超簡單 年菜盤是 水噹噹 蛇年快到 收來收去 收到這裡就來看這些東西 怎麼讓你年菜變水噹噹喔 先煮三顆水煮蛋 剝好殼以後 先拿一顆當頭部 刻出蛇嘴巴的形狀 刻的時候 刀子的刀痕 不要刻得太深 大概0.5公分左右就好 因為一開始的刀子 如果刻太深 會傷害到蛋黃 那我們在剝的時候 蛋黃就會碎開來 基本上刻完要長這樣 像蛇嘴吞蛋 再不會 我 咬你喔 來高雄的郭小姐 啊 不像沒怎麼 不像就慢慢修啊 上面再挖兩個小橢圓形 放紅豆當眼睛 剩下兩顆蛋切片 來 上一片 下一片輪流拍成S型 頭部下面再切一小刀 這樣就能放穩了 加上一點小茴香 假裝是草地 桌上來這麼一條活生生的蛇 婆婆也會敬你三分 取到黃瓜一段 去紙分三片 第一片先去出三條細長的皮 再一刀斷一刀不斷的蝴蝶刀 看不看喔 換個角度齁 第一刀像這樣不要切斷 第二刀再斷 剝開來就是花瓣了 做個六片排成一朵花 最後一片要壓在第一片下面 再來把紅蘿蔔切一點細末 當成花蕊 第二片大黃瓜 縱向畫出S型 刻下來當花筋 第三片先切薄一點 再來一次蝴蝶刀 變小片就是葉子了 細紙的蘇先生 蘇先生請說 這個可以吃 想吃蒸個一分鐘就OK啦 來 金色小的柳橙 先切三刀分六片 每片再沿刀橫往下 延伸到三分之二顆 這裡看清楚喔 每片兩側畫個八字 像這樣有沒有 這樣就可以剝開了 剝了下折再下折 有沒有金色小的太陽 黃色招財啊 青江菜心燙熟穿瓜辣椒 青江菜頭橫切當花朵 台北的陳先生 這屎啦 陳先生請你注意言辭喔 青江菜也能做成這樣子 台北的賴小姐 賴小姐請說 喔 這是要怎麼做的 齁 這個看看就好 都教你老師靠什麼吃飯啊 東新聞新北市報導 阿東新聞新北市 青江菜 阿東 大閃 大閃